-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今天大盤又反彈了 目前高點拉回第21天做一個反彈 我們看一下今天是震盪拉高 幾乎說最高漲79 大盤高點9775 這一天是3月23 到現在回檔已經21天 就在這邊做一個整理 修正整理 當然量能不足是最主要原因 大盤快要接近萬點了 如果以這樣1000億左右的量 供上去當然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看大盤在這邊整理了21天 當然未來盤是怎麼研判 那這個盤面你看到的可能就是 大盤的架構而已 很漂亮還不錯啦 對不對 但是你可能看不到更細微的東西 我覺得這篇報紙寫得很好 那你給大家聽一下 這今天的報紙它寫說 一邊是牛氣沖天 創新高 像大立光一樣3000塊佔上去了 那另外一邊是怎麼樣 好像在懸崖邊一腳踩空了 掉入了萬丈的深淵 有嗎 我大概再舉給你看 很多人他現在只有看到大立光在漲 沒錯 大立光其實還蠻漂亮的 今天3065漲到最高點瘦最高 他創了波段的新高 創了台股的新高價 一檔股票能夠佔上3000元 真的是不簡單 那我們說一邊來理創天價 一邊來是掉到萬丈的深淵 台股已經變成一個股市兩個世界 一個股市兩個世界 同樣這個世界裡面是不同的人一樣 一個在創新高一直在破底 所以你可能看不到 那有些股票甚至進入冰河期 一直在冬眠不行 哇 糟糕了 那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們大立光創了3000元 今天是3065元的天價之後 那你看同時這個時候 正在外面進行的是一個大的殺戮 很多股票 中小型的股票在狂跌 好像感染了伊波拉的病毒一樣 一檔接一檔的躺平 還來不及進度交易病房 結果被倒地不起了 掛掉了 這個台股嚴重的被扭曲掉了 所以目前台股就是這樣一個跡象 那你可能看不出來 哇 大立光創新高 那有股票狂跌了嗎 來 我給你看 看看有沒有 何望禮拜一跌停 一開盤很快跌停了 禮拜二 昨天 開盤直接跳空跌停 鎖11105張 打不開 今天是禮拜三 又一根跌停 鎖更多 20146張 今天成交才324張 那鎖了2萬多張 成交300多 鎖2萬多 那鎖要賣 跌停要賣的人 天啊 2萬多張 就像這樣一樣 這些人都排隊要賣何望了 你看 你看多少人 2萬多人 那賣多久才賣得出去 今天才300多張的成交量 所以你一定會問說 那何望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大盤好像不錯 它會跌成這個樣子 來 何望今天要跌停 36.55 那你看高點其實是 它已經跌回超過5成了 那到底它出了什麼問題 一定有問題嘛 沒有問題怎麼會突然間就跌了5成 來 這是三月13號發的訊息 三月13 今天是4月22號 這個一個多月前發的訊息 何望跟美商這家公司要攜手在台投資 何望這個跟美國的前十大地產投資 土地投資商要在台灣投資 他們兩個要連手來投資 投資金額是40億美金 大概台幣1270而已 可望成為外資最近在台灣最大規模的一個投資案 那何望的董事長劉勇想說 噔噔噔噔 講一大堆話 3月23發布這個新聞 投資金額 3月23在哪裡 這是啊 股市太可怕了 3月23 大概在這裡啦 發布這個新聞 對不對 跟你說要投資 那很快就崩盤了 哇 開始崩盤了 投資金額 當然這個消息一定是有問題 當然是假的啦 這是4月7號發的新聞 何望公司發的 何望這個10月公司發的 本公司尚未以這個美國這家公司 有任何的合作案 目前也沒有成立合資公司的計畫 噢 不是之前董事長說要合資嗎 那怎麼馬上說沒有呢 但是一個多有一個說沒有 3月23董事長說有4月7號 公司發表的聲明說沒有 那股價已經蹦 已經跌那麼深了 那我們看這一段的下跌 哇 天啊 這不是轉空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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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如果高檔有人跟你提醒 投資金 你看多好 你就不會踩到那個陷阱 然後踩進去到現在 一不小心鐵有五層了 當然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裡 這裡是哪裡 這個點 69 對不對 在哪裡 在這裡 時間3月20 有沒有 當時張愛民就跟你講 這個已經轉空了 不能買 那3月23董事長還跟你說 哇 他們要13了 3月13來跟你說這個要做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投資案 最後發現這是一個假的消息 投資金 那3月20 3月20 3月20 在這裡 到底張愛民有沒有跟你講 這股票轉空了 不能碰 那當然今天不在這裡 已經到這裡了 今天又跌停板在這裡了 那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我怎麼跟你講 就這一天 3月20 今天是4月22號 我們回到一個月又兩天前的 32天前的重播貸 來 倒閉錢 何妄 好 高檔早就已經怎麼樣 今天開始出現賣訊 這裡出現反壓 站不動 這裡出現賣訊 也就是說今天3月20你應該出場了 有沒有講 有沒有講 有啊 一定有講 那我怎麼知道 喔 台灣股票1700都大 每一檔公司我都知道 那好可憐 我每一個消息都很靈通 不可能 任何人都做不到 所以為什麼你再跟他強調 你在股票投資有一個客觀的操盤工具來幫助你 因為你沒有本事每天打電話 你1700家你怎麼打 你從早上8點打到晚上5點你也打不完 那你怎麼可能知道每一家公司的消息 人家也不會跟你講 那當你看到消息出來 看到報紙出來 很多都假消息 像何萬這個就是假消息啊 對不對 他要跟美商公司合作 這個就是個假消息啊 那你不曉得踩進去 不得了 你的五成就不見了 那如果你看得懂 你知道 這不對啦 這格局不對啦 對不對 你就要跑啦 你管他什麼情形 這一段你就不會去商道了嘛 你又賠五成 你看多痛苦 所以我跟他講的話 你會發現一再一再在股票上裡面印證 那你也千萬不要以為何望就是最後一檔 從今天開始 所有上市上規公司都會實在跟你講話 不會騙你 你不要做夢 那是不可能 這種例子永遠都沒有斷過 以前有 以後有 現在當然有 以後也會有 怎麼可能每一個人都跟你講實話 股票本來就是耳裡我詐的 哪一個人如果跟你說股票上講的都是實話 每一個消息都是真的 那個人一定是鬼扯的 那個人一定是不同股票的人 的官員 鬼扯的 沒有這種事 消息滿天飛 很多都假的 那你不知道踩到陷阱 一下去一次就是五成 很可怕 所以很多人把股票投進去了 然後最後錢輸光了 後悔莫及 所以為什麼跟大家講 你一定要有好的操盤工具來幫助你 你這樣避開很多的陷阱 看清很多的詭局 你就不會踩進去了 看不清楚一進去不得了 就是五成 我想一次你就辦條命 讓很多人想要投資一些 這個投機的股票 要單壓一支 你看壓到何望你就完蛋了 當不計後果想要拼一次的時候 壓一支就是啊 單骨鎖單就是 多半是絕望重傷收場 你要把我這句話記起來 懂意思嗎 不要再搞什麼鎖一支 你鎖到何望你看你會不會死 當不計後果想要拼一次鎖一支的時候 多半是絕望重傷收場 老天不會給賭徒任何機會的 為什麼要單壓一支 說出來就賭博嘛 老天你怎麼會給賭徒機會呢 不可能 所以你不要做夢 那如果要賭很簡單啊 下一次未利財30億 花50塊就有機會了 那賭這個比較多了 50塊拼30億嘛 萬一沒買到做公益啊 對不對 沒種到做公益 要拼就拼這個就好了 幹嘛來拼股票賭一支呢 不聰明啊 一不小心就是五成 那50塊你還賠得起啊 對不對 那50塊萬一沒中到 也可以做公益嘛 對不對 然後不如去買公益彩券 對不對 所以不要去搞什麼賭啦 賭一支啊 這個都是不對的 在一個正確投資觀念裡面 沒有這種這種東西的 那你不曉得 老是要走偏門 走斜路 夜路走多 有一天碰到鬼 碰到何望就完蛋了 來 不要因為貪婪 用掉 能反敗為勝的最後一顆子彈 你可能1000萬升到100萬了 不要因為貪婪輸怕了 輸極了 用掉 能夠反敗為勝的最後顆子彈 把他用完了 那就太可惜了 那最後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了 要有不後悔的操作 一定要清楚的指引 有沒有 那你回想何望好了 再看一支何望 那何望這樣跌 哇 五成喔 好可怕 那你看這樣跌 如果有人在這裡就告訴你 欸 轉空囉 這格局不對囉 趕快跑喔 不跑還沒命喔 那這一段你就不會跌到啦 對不對 你就不會傷到這一段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講 要有不後悔的操作 一定要有輕齒的指引 沒有這個指引 你常常會誤入陷阱 誤入歧途 然後就會傷得非常非常的重 還有一個 投資朋友跟我說 他買了兩檔股票 不是跟我買 我沒有買這種股票 他說他去買兩檔股票 這兩檔股票 把他一生都毀了 把他家庭也毀了 把他未來人生的希望也毀了 真的嗎 我說那你買了什麼 他說他覺得這個消息蠻可靠的 因為大家都還講 也不是一個人講 結果買進去 哇 股價崩盤喔 哪一支 亞太電 還記得誰要入主亞太電嗎 好像是台灣首戶對不對 是不是跟你叫入主亞太電 最後從19塊 跌到16塊 剛剛財產去一半了 請問這股票可不可以買 來 你看 我的做股票跟別人有點不同 我不會相信這些消息 這些消息都影響不了我 什麼好消息對我來講都沒有意義 我不會相信那東西 好消息也不會到你身上 對不對 你跟人家什麼關係 人家為什麼要先告訴你 所有的消息你要過濾 你要一個客觀的工具幫你過濾 你才不會踩到現場 不能說消息一定是壞的 不一定啊 搞不好也有真的好消息 所以你要有能力去過濾 這到底有用還是沒用 那如果有用為什麼跌三幾趴 對不對 他一定沒用嘛 那你怎麼知道這一段不能買 注意看喔 這是你看不懂的 不懂到懂只是一個橋樑而已 走過去就懂 來 注意看喔 不懂 不就懂了嗎 不早就轉空了嗎 看懂齁 最後一段也沒有用啊 早就轉空了 反彈最高點沒有用啊 最高點沒有用啊 有沒有 哇 人家早就轉空了 這一段格局都什麼 全部都空頭格局 那你會去買這一段嗎 一套套六個月套七個月嗎 不會啊 我不會買這種股票的 轉空的股票 你給我打死我都不買 要放空可以 做多免談 不可能 所以這種股票 不管怎麼跌 趙英明總能避開 我總會帶貨也避開 轉空我就不做了 要嘛就反手反空 所以這種股票 如果你賠的 你今年賠到這種股票 我覺得非常的不值得 你缺一個什麼 你缺一個客觀的工具 不管剛剛講的核萬 不管剛剛講的 這個亞太都一樣 一疊五成 一疊三十六趴 都這邊喔 這個價值到底是什麼 有人說你的操盤軟體 到底值多少錢 值多少錢 我就覺得應該是用 你操作金額來衡量 那譬如說你在一千萬在操作 核萬跌了五成了 那你這樣值五百萬啊 那如果你有十個朋友 有人是幫人家操盤喔 親戚的阿姨的姑媽的 她在操盤很厲害 那你想想看 十個人就好了 一億 你在幫人家操盤 你買了核萬完蛋了 五千萬不見了 那請問我跟你講 轉空這個訊息值多少 這個這麼棒的操盤軟體 那值多少 那就是五千萬啊 因為你可以避開 這五千萬的下跌啊 是不是 所以很簡單啊 值多少 那看你多少錢在操作嘛 對不對 看他對你有沒有幫助嘛 那如果對你沒有幫助 那沒有意義啊 送你你都不要嘛 那反過來如果對你有幫助 你為什麼不要 而且一直在賠 一直在做錯 一直在跟他對做 你有沒有去買這種股票做多 頭這邊喔 還是你去買的核萬 做多 你再看一遍 值多少 很簡單 我剛剛講 如果你一千萬這操作就值五百萬嘛 你不早就轉空了嗎 是不是 這種股票你就不能去買啊 對不對 喔 他會跟你講轉空啊 他會跟你講要買啊 他會跟你講要買啊 他會跟你講趕快出啊 那你覺得值多少 看你多少錢在操作嘛 來 他跟我講另外一檔 正圍 短短兩個多月而已 跌快五成 好可怕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這一段 這一段 最高169 你告訴我這一段發生什麼問題 這一段就這裡喔 最高點在這裡喔 來 你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問題 看懂嗎 還連續跌停 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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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四根跌停 有沒有 為什麼這樣幾跌 早就轉空了 他不是這裡跌停才轉空 早就跟你講要出了 這個不要再玩了 那他值多少 很簡單啊 看你做對 早就跟你講了 對不對 跟你講 不對囉 這格局到這裡跟你講 這格局不大對囉 因為三線剩下兩線翻多而已 第一條區域線已經跌破了 他已經跟你講這個危險了 這裡再跟你講一次 轉空了 賣出去他出現了 賣出去他出現了 那如果這裡不賣跌下來 哇 五成 跌停跌停跌停 連跌四根跌停 怎麼樣 1 2 3 4 4 四根跌停 四七就二十八了 那這段加起來跌了快四十五趴 所以有人說到底值多少 我再講一遍 看你用多少錢在操作 一前往他就很簡單 值四百五十萬啊 你這段可以不用賠啊 你不但這段不用賠 你還可以賺到這一段 為什麼 那這段就翻多 你就給他做上來 那轉空就賣掉不要做啦 有這麼困難嗎 不會嘛 來 比如說細創 昨天跌停板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昨天跌停在這裡 那請問是昨天跟你講 轉空嗎 好像不是耶 轉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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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賣出訊號耶 特寫 這昨天才發生了嗎 好像不是耶 很久以前就發生了啊 一個月前就發生了啊 所以你應該一個月前就要出掉了 不是等跌停再來後悔 這種例子真的太多了 頭這邊喔 來包含今天又跌了喔 今天又再次往下探 那跌是中止的嗎 還沒有 我只能跟你說還沒有 包含紅大電 哇 轉空很久啦 頭這邊喔 轉空最少兩個月了 那你這兩個月抱著他 會快樂嗎 會開心嗎 會愉快嗎 會幸福嗎 不會喔 很痛苦對不對 因為你錢越來越少 你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你的腳步就越來越亂 一切都失去了準頭 對不對 連兩一樣 這格局不對啊 今天破底 所以你抱這種股票 要找到幸福很困難 要找到回家的路 會越來越遠喔 一樣喔 這早就轉空了 反而你要重重 這股票就不能碰了 你看多久都已經轉空了 當你看到一大堆賣信的股票 都不要理他 不要再碰了喔 當然也有高檔剛剛轉空的 記得避開喔 譬如說易光 喔 轉空一個月了吧 那你現在抱這種股票 頭沒有你的機會在哪裡 金電也一樣啊 這更久喔 早就轉空了 那你現在抱這種股票 頭沒有你的機會在哪裡 你未來人生的光明在哪裡 你的天邊的彩虹在哪裡 我要找到 我覺得你要找到很困難 甚至有一天 連回家路都找不到了 因為你該有的已經失去了 你讓家人的美夢 讓家人未來的夢想 讓老婆的一個旅遊基金不見了 讓爸爸媽媽要去歐洲玩的 這個錢不見了 讓小朋友去日本迪士尼玩的錢不見了 小朋友iPhone手機的錢不見了 家人相處在一起很痛苦 所以讓回家路就越來越遠了 所以很簡單 股票市場我常跟大家講 要嘛來做就要贏 你做不贏就不要來 只會把你的錢紮在這裡讓別人減去而已 股票本來就這樣啊 功夫厲害的把錢拿走 功夫笨的就把錢捐出來 股票上本來就這樣啊 看得懂拿去看不懂把錢丟在這裡讓人家減 所以很簡單一定要看得懂 看不懂就不要來 那只是把你的錢紮在這裡輸掉 產生很多的痛苦而已 要進股市就一定要有本事 有沒有道理 我們今天的廣告再回到現場 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還有數位即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一底生活更ischer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新店捷运在身边 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29131333 好 欢迎回现场 昨天有一个 我在路上碰到一个投资人 我在吃饭 张老师我是你的会员 真的很好 感谢你 但是你带我买的 这个原相套牢了怎么办 我说我没有买原相 有啊 你有买啊 我说那你看哪里的 他说他看一个网站发布的 说这是我的新闻 我发了讯息 那我说你是我会员 你有缴钱给我们公司吗 他说没有 没有缴钱给我公司 所以说我的会员 你不是在争孝 对不对 来 我们看这个新闻 他跟我说在这个网站 叫168网站看到 这个会员等于叫普惠特惠 还有金钻 金钻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写金钻 张以鸣的会员 没有金钻 我从15年前上电视到现在 只有三个会员 如果不是这三个会员都不是 那都骗你了 你那都骗你了 懂意思吗 来 我的会员只有总统 特别普通 那以前有做旗子的就二合一 二合一就是普通会员跟旗子的 那如果再特别 就是特别跟旗子 总统就是总统跟旗子 就是所谓的二合一 那没有别的这三个而已 没有改变过 从我上节目第一天到现在 都没有改变过 特别总统普通 没有什么金钻会员 所以发金钻会员就不对了 这直接不是我的会员 来 你看一下 这写说普通特别金钻 然后发什么讯息 你看很好笑 你看 这一名股承系统 显示3227原相 高档出现7个买进讯号 这鬼故乱发的 鬼扯 根本就鬼扯 高档就是卖出讯号 低档才有买进讯号 买进讯号 那低档 那为什么高档有买进讯号 高档买进讯号 还叫买进讯号 那鬼扯的 连这样做到骗投资人 那突然被骗也太笨了 交投资人可以买进加码 还可以试驾买进加码 赵一鸣上节目15年 没有发过试驾单 没有加会员试驾买进 没有 所以你看这一个 第一个高档 出现7个买讯就不对了 第二个试驾买进也不对 这都不是我的讯息 第三个金钻会员 这个也不是 我没有金钻会员 这当然是假的 那后来他说 这是一个月以前的讯息 从头到尾都在鬼扯 那我们看看原相 有没有7个买进讯号 没有嘛 这表示他已经买进套牢了 对不对 他一定买进套牢 然后叫会员 叫网路上不认识的人 去帮他抬轿嘛 假借我的名义 去帮他抬轿嘛 有吗 你看有啊 在这里啊 哪有 哪有7个买进讯号 你鬼扯啊哪有 所以有没有 要参加会员 请你打尿到我们公司来 不要乱看乱弄 他说你是我的会员 对不起啊 不要半路出来叫爸爸我 我没有 私生子 懂意思吗 要参加会员 你就打尿去我们公司 大以国际投顾 官民政大参加 一定会开发票给你 不要网路上乱看 然后最后赖说我带的 我没有带这股票 很抱歉喔 千万不要搞错了喔 搞错了 对你是伤害 对我的名誉也是一个伤害喔 这是168 刚刚讲那个社长的 会员的 那个168网站的社长 叫翁立敏 他参加我们公司的聚餐的 一个照片 我跟那个社长很熟啊 随便查都知道这个人是谁 说真的这种人 小人一大堆啦 告也告不完 所以我也不会理他 但是我希望投资票 你不要被骗喔 来 时间的关系很多股票 讲不完喔 剩下2分钟 林巴哥 挤进全球百大 喔 很好啊 林巴哥 市占中国破五成 很好啊 去年EPS30 中文民国排名第四名 很好啊 了不起啊 中文公司了不起啊 讚 股价呢 股价烂 获利很讚 股价很烂 为什么 破一年先低啊 对不对 他应该占一年新高才对啊 跟大力观众 为什么破一年先低 原因很简单 股价如果可以用数学算 还会有人赔钱吗 数学老师都住地保了 这么简单一句话就把他带过了 所以很多人去买联发科 受重伤 真的很可惜 这不是早就转空了嘛 你干嘛去买联发科呢 虽然很多人被骗 赵予敏不会被骗 因为我有客观的工具帮助 我不会迷信这些东西啦 懂意思吗 来 华雅科去年EPS 8块3 股价照样破底 大盘涨翻天了 对不对 获利这么好的 华雅科照样破底 为什么 因为高档 转空 卖出讯号重重 所以一波就跌下来 我早就讲过了 就转空了 我在去年8月就讲了 不但讲我还带会员 放空两次回补 普通会员 还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我真的讲不完 快转 3成跌4成了 为什么 高档反压重重跌下来 跌快3成了 为什么 高档反压重重跌下来 这种股票都不能买 跌5成了 今天破底 为什么 高档反压重重跌下来 这种股票都不能买 为什么跌5成 大盘涨在场 为什么 因为三线 从挂牌到现在都是空头格局 为什么跌3成 走这边 原因很简单 因为高档反压重重 这种股票都不能买 时间的关系讲不完 你结果讲得完 为什么 反压重重 所以这种股票我都不会买 我希望你都不要去买这种股票 因为你买进去 一定一定会受伤 那买什么格局的股票 有啊 三线万多都没有卖讯 他会涨给你看 没有任何卖讯 他会涨给你看 涨到你受不了 涨到你受不了 有没有 所以将来买什么股票 你买股票 就买这种格局的股票 那千万不要把它看错了 不要让你回家的路 越来越远 懂意思吗 那请问你 那你问说 那现在怎么办 你可能手边有很多套牢股票 怎么办 今天礼拜三 特别开放 免费来电询问 三档转空的股票 会告诉你 或是你手边有股票 也可以打紧来问 今天特别开放电话 当然今天电话可能会比较多 那记得把电话打通 这个服务人会给你做一个精彩的说明 你手边有什么股票 这个股票可不可以爆 转空了没有 打那个服务人询问 记得三档 最多三档 一个人三档 我们见到这里 明天再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还有数位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限期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限期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